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十二 危机四伏光天化日 竟被神秘男子跟踪 然后屋外就很吵闸门的声音 调护李山亲身骨肉 突然被人半夜带走 我一上去看见他几兄弟几姐妹 一看就是不对路 就是好像是一个穿套来 究竟是悲情所困 还是慰爱纠结 夫妻别战热线十二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2年12月22日 冬至刚过 就在这天凉晨四点钟 广州市一栋出租楼内 一间工作室的门外突然响起了变剧的声音 然后屋外就好像工地干活的那声音 很吵闸门的声音 这个女孩叫刘欣 工作室被人破门而入的时候 她正在现场 当时正好赶上年底核对账目 整理报表 事情很多 她原本是留在工作室加班 可没争想自己竟然遇上了打击这种事 第一反应 哇完蛋了 怎么这个时候估计真的有人传物进来 可能抢东西偷东西 因为治安不太好 连维 那么第一反应 然后就跑去敲我老板的门 说可能有人进来了 怎样快点找手机打电话 报警 慌乱之中留心连手机还没有找到 这一帮人就已经锯断了卷帘门冲了进来 刘欣连同被潮信的老板 还有老板的母亲 被这帮突然闯入的人控制了起来 都没反应过 没找着 因为在包包里面 两台车车车 没找着 他们就一帮人冲进来 拿着那个DV 稍微定了定神 刘欣突然觉得十分诧异 因为闯进工作室的这些人 刘欣全部都认识 他哥拿着DV 后面的人拿着一些工具 就他哥推我在老板的床边 原来闯进工作室的不是别人 正是刘欣的婆家人 刘欣的老公唐明 怀疑刘欣和他的老板有染 得知刘欣加班后 刘欣的老公让自己的家人 到刘欣的工作室去调查 闯入工作室以后 唐明的家人果然在工作室 发现了刘欣 同时还找到了刘欣的老板 一气之下 唐明准备起诉刘欣离婚 而这段视频也成了他掌握的重要证据 按理说 这段视频对于刘欣来说非常不利 可是刘欣对这段视频的内容 却丝毫无避讳 刘欣的丈夫唐明组织唐家人凌晨四点 拿电锯聚开妻子刘欣单位的卷宁门 闯入工作室以后 刘欣的婆家人不光找到了加班的刘欣 还发现了刘欣的老板 并以此为据将刘欣告上了法庭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个预谋 刘欣和唐明结婚已经快四年了 孩子都已经三岁了 这几年下来 在刘欣父母的眼里 女儿和女婿说不上有多美满 可是日子也还算挺不错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小两口过日子偶尔有些磕办 也属正常 她是法院的 就很老实 就很好的 她工作好 面对一向老实的女婿 刘欣的父母怎么也想不明白 女儿和她的关系 为什么会突然恶化到这种地步呢 就在女儿被唐家人堵在单位以后 老两口就接到了女婿的电话 我一上去看见她几兄弟几姐妹 还有一些朋友啊 反正是可能伴依一些人员啊 她的工人 一看就是不对路 就是好像是一个穿套来 她说你女儿出事了 我什么出事啊 是不是身体啊 哎呀我不要干啊 不要干这个活了 如果有身体有问题就怕了这样啊 她都是说身体有问题 出事身体有问题 我你们 我马上就跟她说 你马上有没有跟她医院啊 她在 她说在工作那里晕倒 我就担心啊 刘欣的父母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个圈套 都是女婿唐明社的局 可如果真是刘欣父母所描述的这样 那么刘欣在加班 为什么她的老板后半夜 也会出现在她的工作室里呢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凌晨四点 刘欣还在加班 当婆家人破门而入的时候 在屋里边不仅发现了刘欣 还发现了一位睡眼惺忪的男性 这一切啊 的确是让人生疑 但是面对这段录像 刘欣本人却表现的相当的淡定 她说这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刘欣大学学的专业是服装设计 刚毕业一年的时间 父母就帮她操办了这桩婚事 婚后刘欣又很快有了身孕 等到孩子满两岁 能够上幼儿园读书以后 也就是2012年的6月份 她才有机会出来工作 其实我怎么去工作室了 是因为我孩子的关系 我去工作室了 我一直是这个电子商务的一些 一个买家 然后久了她要维护那个客户关系 就跟我聊 也觉得我孩子长得怎样 能不能给她当一个模特 然后做模特的过程中 也发现我很会搭配衣服给小孩穿 她说有没有可能一起 考虑一下我们这边的工作 其实刘欣所工作的地方 就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同装淘宝店铺 服装设计网站维护 刘欣一个人身兼述职 然后她把送我到工作地点 吃完饭我还要回去 交代一些事情 因为12月之后我们就 那工作室那边准备释放假 把最后的工作完成 我就赶那些工作回去 交代一些事情 怎么处理 刘欣所公职的这家淘宝店刚起步 老板也是刚刚毕业 她比刘欣还小几岁 同装店租赁的办公地点并不大 老板和老板的母亲就住在店里 所以当时刘欣的婆家人才会在店里发现刘欣的老板 而当时事发的时候 刘欣老板的母亲也在查 后来他们把一些照片拿出来 慢慢地给那个我大大的妈妈看 你看你儿子怎样怎样 你怎么都不管交代他 因为都是拍我们的一些照片 直到这时刘欣才发现 原来丈夫已经派人跟踪自己很长时间了 只是自己当时并不清楚 那么刘欣的丈夫唐明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刘欣有外遇了 她又是怎样搜集到刘欣和他老板的这些合照呢 刘欣的丈夫唐明对于这件事情的始末并没有正面回应 而根据刘欣的色述 她与丈夫之间的隔阂 应该是从2012年8月份开始的 因为我车在她那里 我过去帮妈家 我抱着孩子很累 然后我就催她回来接我回去 她一直说晚点晚点晚点 我都等了七点多了 反正是回来我就说了两句 吃饭了你不知道时间吗 之类的 她就马上火了 就说人路很久了 怎样怎样就 屁啪屁啪打在脸上 打耳关把那个凳子就搞烂了 我老公在里面 我就在这里 我看见他们打 我老公就穿开他 我就抱开小孩了 就怕他们打伤小孩了 碰到小孩了 由于一些琐事 唐明当着刘欣的父母动手打了她 这让一向好情的刘欣有些难堪 一气之下 刘欣把丈夫唐明赶出了家门 我没让他回来 然后也把车的钥匙要回去 房子的钥匙要 马上就从她裤兜里拿了过来 我说你不要回家 我不要再见了 刘欣从小家境富裕 父母也很疼爱她 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委屈 唐明的一时冲动 确实让刘欣难以接受 差不多到我妈生日的时候 她就 那我先一起去吃饭一起聊 说她当时是冲动 也要我考虑好孩子的问题 不要轻易地说离婚 经过家人劝说 虽然刘欣同意唐明回家来住 但是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 我都是等他先睡 我才回去睡 我都把孩子穿在我们两人中间 我就拒绝这个 自从和丈夫分床睡以后 有段时间刘欣说自己 总觉得心里不太安稳 直到看到唐明偷拍到的照片 刘欣才反应过来 原来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 丈夫都在暗中派人跟踪自己 除此之外 刘欣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现 原来丈夫还在卧室的音响里面 安装了针孔摄像机 俗话说好聚好赞 如果唐明觉得妻子不忠 直接离婚就好 为什么他还要这样煞费苦心 找到妻子出轨的证据呢 刘欣的父母在广州是做服装生意的 几十年下来可谓家境淹时 女儿刘欣与女婿唐明结婚的时候 金房和车都是刘欣父母出自购买的 按照刘欣的说法 唐明费尽周折 就是为了这套房子 领证之前跟这里签了合同 然后先叫了押金 然后后期登记了我爸全款给的 名字是我爸跟我的 我两个名字 电话里唐明总是顾虑重重 不愿多说 为了能够找到唐明 刘欣带着记者来到了唐明单位 给他分配的公寓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唐明父母在广州租住的地方 希望从他们这里能够得到唐明的消息 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隔壁的邻居告诉刘欣 唐明的父母早已经不在这里居住了 住在这里的是唐明的弟弟 唐明的弟弟在广州开了一家快餐店 到了后半夜才会回来住 正当记者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唐明的电话 唐明在电话里说 刘欣所沉住的并不是事实 而且还说自己手中掌握大量的证据 那么这场夫妻之间的战争 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唐明手中的证据 又能给记者讲出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你知道你这个男人是不是 你别人带了性贸 你怎么感觉 我都问你这一回合 你看他怎么说 怎么是辩解 是他的权利 所以这个法院会按照程序去走 对不对 好吧呢 我就也不想说太多了 唐明笃定了认为 刘欣和他的老板关系非同寻常 主要是因为他拍到的一段视频 画面中的这个男子正是刘欣的老板 虽然这段视频质量很差 但是还是可以分辨出 这是刘欣和他老板吃饭逛街的场景 如果只是普通雇佣关系 刘欣和他的老板 又怎么会这么频繁的接触呢 恍惚之中 有点像看叠战剧的这种感觉 先来介绍一下 道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月深山律师 这位是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白宇 也欢迎大家随时拿出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博 以实现和我们的良性的互动 第一个问题 白宇 你看跟踪偷拍 针孔摄像机 什么招都用上了 唐明就是为了搜集流心出轨的证据 他为什么这样煞费苦心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来说证据 证据它应该有三个特性 一个是真实 一个是关联 还有一个是合法 那么说他取证呢 第一他要取到 比如说他认为流心有出轨的证据 但是同时还应该调取流心没有出轨的证据 那么这样的一份证据才是一个完整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 他可能在有自己的心理暗示的前提条件之下 做的是这个有方向性的调取 但是刚才你说了 煞费苦心 煞费苦心 它一定是有一个比较 这是我的投入和产出 你看我要投入时间 还要派人跟踪 还要买这些器材 还要学会怎么用 还要甚至要承担法律的这种风险的成本 那么他要想换回的这个收益究竟是什么呢 一定是比他付出的这些东西要大的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如果他只是为了判断妻子是不是出轨了 可能不是他真正的动机 而是一个工具性的目的 它只是一个工具的性质 明白了 刚才他提到了法律上的风险 唐明虽然本人没去 但是这一切都是跟他有关系 包括最后把人家的门给锯开了 声音也可以说叫破门而入 这一切的行径是否已经涉嫌触犯了法律 我们说这种行为的话 应该是已经涉嫌触犯法律了 因为我们说是公民的 或者说是讲大家的这种住宅的安全 或者住宅的安宁是不受侵犯的 那么如果说没有得到主人的允许 那么就直接进入房屋或者进入住宅 或者说是我请你进了之后 我让你走你就不走的这种情况下 那可能就算是一种非法侵入住宅的一种行为了 那简单来讲 说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的时候 那可能是一个违法行为 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所归纳的这种范围 是予以处罚的 我们说拘留或者罚款 那如果说情节严重了 造成严重影响到他人的这种生活安宁了 或者说造成了精神受到很大损失 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话 那甚至有可能会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 那么这个是要判刑的 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他一直折腾来折腾去 无非就是想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那这些证据真的好用 真的管用吗 我们说证据的取得 刚才白玉老师讲到了证据的三性 关联性合法性 那么其实重点的话 我们说这个合法性的问题 那么证据的取得 应该是通过合法的渠道来取得 我们说现在来讲 我们说录音录像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但是你的这个证据的前提 是不能够侵犯他人的合法的权益 一般来讲主要指的就是这个隐私 对 那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唐明他派人跟踪调查 然后偷拍机子的这种行为 实际上这种行为本身也已经涉嫌违法 对这种行为 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偷拍 偷露他人的行为 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有规定 像这种刑法也有可能会被处以 行上居留和罚款的这种决定的 对 我们老说一个巴掌的确是拍不响 那白宇你给分析一下 这个刘欣 他虽然面对我们记者镜头的时候 表现的是一肚子的委屈 好像所有的 他都掌握 他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觉得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母亲 作为一个妻子 他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责任 其实这个理论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看 首先说刘欣对于他的这段婚姻 对于他的生活是不是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和尊重 如果是足够重视的话 一阵出现了问题 举一个例子来解决这个事件本身 你对我怀疑好 你到我的工作室来看一看 或者说我辞掉这份工作 咱们为了我们的婚姻 为了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 但是我们在片子当中没有看到他用这样的做法 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有了多一些的这种拒绝 我不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讲 这是一种被动的攻击性 可能夫妻吵架 或者是男女朋友吵架的时候 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感受 我这说什么 拒绝 我不说话 这个时候 其实他往往是让矛盾变得更加的激化 是 而且从刚才这个短片当中 我们没有找到这唐明说 怎么对不起这个家庭 怎么没有什么证据 然后看到更多的事 就是因为确实打了他 是吧 就是因为这点事 那两个人就至于闹分离吗 这确实我们应该脑子里边打了一个问号 到现在为止 他们俩谁都不服谁 尤其是这刘欣 刘欣说 唐明之所以要跟我离婚 他图的不是别的 图的是房子 我们不是逛街 我们中大部产也去过 也要去看面料 对吧 还要去中山八路批发市场看 还要去商场看 看哪个牌子 最近用什么料子 用什么款式 要看流行区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我们接触的事情 比较 接触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也其实也其中也不止我跟我老板 还有其他朋友的 还有一些呃员工的 他他只挑我跟他单独的照片 刘欣解释他和老板并不是逛街 只是工作上的需要 而且他还指出 唐明提交给法院的视频 有明显的简洁痕迹 他们也向法院提出了鉴定申请 然后法院本来是叫我们 撤销这个呃 鉴定的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案件而言 他口头说 不能作为一个证据吗 必须是对方 拥有数面的确认 是简洁的行为才行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 由鉴定接关 进行鉴定 由于工作原因 需要加班 也经常和同事外出 去了解市场行景 所以被丈夫误会 留心有了外遇 其实这些情况 两个人之间只需要相互沟通 就可以先安无事 可留心并不这么看 这段视频是在唐明的家人 在留心工作室大闹之后 留心向唐明索要自己的汽车时 排起来的 然后我的驾驶证 行驶证 全都给他拿去了 当时我就发现 证件不见了 然后他全拿去了 名车的名字也是我的 我是昏钱买的 我就怕 因为名字是我的 出了事我负责 唐明在家人闯入 留心的工作室时 自己带走了家里的证件 开走了汽车 留心发现以后 找到了汽车 但是唐明并不愿意把汽车 归还给留心 警察都没给我们处理 就是说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 你们还没离婚 这个是夫妻的财产 共同财产 我都把证明 车管手的证明拿出来了 我结婚证也拿去 我什么时候结婚的 车子什么时候买的 都把证据放在他们面前 他们都说管不了 我没办法 真正把车拿不走 把玻璃碎 全装在发动机里面 把车子直接爆开 就在这次砸车的过程中 有心说 他还在汽车里 发现了唐明另外一些 不可告人的秘密 去一下高速公路 他就拿个军官证出来 钱不用付了 就直接走 他要是他车怎样 其实出了事 我也见过他拿一个工作证出来 法院工作证出来 跟交警拍拍肩板 说两句 然后就回来跟我说 没事了 走吧 看到这些流星并不意外 他说自己想离婚的念头 其实早在他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因为那时候他就发现 唐明经常赌博 反正就是约 他工作时间出去 也是跟他一些朋友啊 家人啊 去赌博之类 去哪去哪去 我是听到我装听不懂 流星跟父母沟通过 想要和唐明离婚 可是父母并不支持他的选择 我妈还抱着琪琪过来跟我说 不要离婚 还反过来骂我 我说了两双真打击 决定的流星从那世以后 就再也没有跟父母提过自己想离婚的事 但是他和唐明的关系却逐渐恶化 对于这些证件和赌博工具 唐明有作何解释呢 我看到了你的一个身份证和军官证 这个事是怎么回事啊 唐明否认这些证件和赌博工具与自己有关 我们的常常一年都不见面了 他做些什么我都不知道 他要做什么 有让他去做 我可以叫你转高他一句话 到目前为止了 他这个案件还没有了解 他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 是搞到我们双方的情绪 有冲突或者是交战的时候 刘欣自从2012年12月21日以后 曾经多次联系唐明 可是唐明始终不予理会 让刘欣如此心急 想要和唐明见面的原因 其实是自己三岁的孩子 因为自从事发以后 他已经八九个月的时间 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了 然后就派出所 录完国工具 我马上打车回来 看小孩 然后发现我的很多抽屉 放一些证件的抽屉 证件没了 然后再去看孩子的衣柜 没了三分之一的衣服 然后再 孩子真没在现场 唐明不光戴索了汽车和证件 就连儿子也被他藏了起来 刘欣的儿子在广州 也算是小有名气 除了给自己的网店做代言以外 刘欣的儿子还参加过很多 儿童选秀节目 曾经还有过剧组 找过刘欣 希望他儿子能够出演一些 影视剧的角色 他就在短信里面说 这辈子也 别想看到他 不希望看到他 我是不会给你看到 事发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 作为一个母亲心中的惦念 可想而知 反正他们 所有人都劝我回去 我就不愿意 我不忍 因为就是我 其实是放不下孩子 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 他们不忍担心地看到这个 法庭上唐明要求儿子的抚养权 归自己所有 而且还要分得刘欣和他的婚房 让刘欣没有想到的是 除了这些 唐明还和自己的父母 有一笔六十万元的借款 就是有一个地 快一点 我就是怕人家拿到那个地 拿那个地 我跟他说 要多少钱 他六十万 你再上楼问他爸爸 他就上去问 跟我说 要给六十万给他 造房子 我就同意给了他了 第二天就 九号就亏给他了 刘欣说自己的父母 并不知道自己和唐明的关系 究竟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而唐明借钱的事情 自己也根本不知道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九日 刘欣的父亲给唐明 汇了钱 十天之后 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 唐明就跟刘欣彻底闹翻来 刘欣觉得这一切都是 唐明的阴谋 而唐明却说 这笔钱他早就赚给了刘欣 他就 他律师就说他 我爸当时是把钱转到他账户上 公行 然后他提现金 把钱转交到我手上 双方距离力争 不肯退让半步 他们各自都在为自己所认定的真相 寻找着证据 一个草税的决定 两段就此不同的人生 当婚姻缺乏信任 危机就会随之而来 刘欣眼中唐明处心积虑 刘欣眼中 刘欣 自以报复 原本相爱的两个人 如今却视同水火 这期离婚案件 至今已经审理了两次 刘欣要求唐明归还六十万元借款 希望能够尽快和儿子见面 而唐明也在为证明 婚房属于共同财产 六十万元原本不是借款 而寻找各种证据 两个人为此精疲力尽 然而 这段婚姻最大的受害者 一定是两人 未满三岁的孩子 刘欣怀疑唐明把儿子 带回了乡下老家 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而唐明所拒绝透露 任何关于孩子的消息 欺骗 报复 这段婚姻 如何能够画上一个句号呢 刘欣 又怎么能够尽快看到儿子呢 看完了之后 的确让人非常的感叹 我们老话说得好 叫一日夫妻百日恩 这两口子也曾经好过 但是现在尤其是刘欣 简直就想把唐明向死里整 为什么两个人对矛盾 现在表现得这么激烈呢 白宇 其实我觉得冰洞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这个事情的导火索 看起来是当时 唐明给刘欣打了一个耳光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耳光之前 一定还发生了一些什么 夫妻之间的矛盾 但是我们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最开始是一些小的矛盾 本应该处理这个矛盾 但是没有去处理 最后变成了这个矛盾的激化 变成了这个 来判断妻子是不是出轨 这个事情已经转变了 从判断是不是出轨以后 判断我们要不要离婚 到离婚的时候 发现又变了 变成了我们要如何来切割财产 设合房产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就是每一个细节 两个人都没有认真的去对待 对 那说到这个财产的分割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唐明 他是这么想的 他说 虽然这个房子是婚前 然后由你爸出钱买的 写的是这个刘欣 和刘欣爸爸的名字 但是呢 我如果找到你出轨的证据 就希望法院 能够把这个房子的一部分 分割给自己 他这种想法成立 他这个想法应该是不成立 因为我们说这个房子的话 首先是在婚前购买的 然后落的名字 是刘欣和刘欣的父亲的 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房子是属于刘欣和刘欣父亲 父亲的 他们两个的共同财产 那么刘欣的那部分 也是属于刘欣的婚前的 个人的财产 那么并不参与婚后的 这种分配的 那至于说 唐明可能说是 我找着你出伪的证据 是不是你就有过错 我可以主张一些赔偿 或者说把一些 咱们共有的财产你就可以少分 但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看说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 是一方配偶 与他人共同生活 或者说叫同居 那这种情况下 才是属于是有过错 可以主张赔偿的一种情形 那现在来讲 他现在连证明 这个女方存在出轨的证据 现在来看的话 还都有做欠缺的话 他的主张 基本上是得不到支持的 对 这里边还有钱的事 就是那60万所谓的借款 对 那怎么能够证明 这个借款 就像唐明说的 我虽然从你爹这借了 但是我又转给你现金了 然后或者说 这是唐明个人借款 还是说唐明和刘欣的夫妻 两个人共同借的呢 我们先说 这法律的判断 其实是证据的判断 那么就要看双方的证据 那首先的话 我们说刘欣的付钱 是有证据 能够证明说 我把钱打给唐明了 那么这个时候 父亲的举证责任完成 那你 我钱打给你之后 我现在有权的要求 你把钱还回来 因为咱们之间不存在赠予 不存在其他的一些买卖关系 等等这些关系 那么我钱给你 你就应该给我还回来 那这是他的证据取证完成了 那唐明说 说把钱再转给刘欣 那他就要举出相关的证据 取款的这些凭证 或者说是有其他的证人证言 或者说有照相 照相录像的这些证据 来证明说 我把钱给了人了 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他的说法是 没有证据支持 也得不到法院的认可 还有一点的话 我们说为了夫妻的共同生活 对外借的债务的话 虽然说以一方名义借的 是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那双方共同来还 那如果说不是为了夫妻共同的生活 而是为了一方的开支 所借的这个债务的话 那一般来讲是属于个人债务 就得他自己来还了 对 其实啊 现在这个官司啊 第一阶段已经打完了 而且这个法院已经有了相对的结果 是这么判的 这60万啊 就认定唐明自个儿借的 所以呢 唐明一定得把这60万归还给原来的老张人 他们两个现在法院也已经判决离婚了 还有这个房子也根本就没有唐明的事 还有那车子 那车子不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 交代清楚了吗 刘欣他们家人一气之下给砸了 而且把碎玻璃茬都给放到发动机里边 干脆让那辆丰田车吧 应该是报废了 那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呢 对 判的理由就是刚才所讲的 因为这房子是属于婚前的个人财产和还有是有一部分是留心父亲的 对 跟唐明没有关系 跟是否结婚没有关系 那那个车子来讲的话也是在婚前购买的也是属于一方的财产 而且当时有一个细节说这房子是交的全款 那唐明在婚后的话对这房子也没有什么贡献 没有还过贷款 所以跟他就没有关系了 是这样 本来是恩爱的三口之家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让人唏嘘不已 他们怎么走过来了 白玉 其实我们可以先从两个人的性格来开始分析 你比如说唐明 我们在片子当中看到 他是一直生活在女方家里面 这个时候他有一点自卑的情绪在里面 但是他处理事情的方式 比如说动手打人 这说明他在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 可能有缺失的地方 那么女方刘欣这一面 是不是就做得完全的完美吗 对 起码让我们看到他非常的强势 而且他可能难以接受别人对他的指正或者是挑战 更何况是一些可能确实没有什么 甲中男子服毒归继生命 我小大爷的老太一行 也到了早上 把洗盘出去到他们吃 服养权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如果没了服养权 别的这些心情 无辜的女孩面临怎样的处境 我家还要妈把服养权交给我爸爸 服养权争夺战 这现实啊 明日不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